诶,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上一轮艾米丽也是用调侃的方式进行攻击 但艾米丽这个舞台主要还是纯调侃为主 而且真正让观众一起进入的这种欢乐的氛围 还不仅仅是他写的歌词 最重要的是艾米丽他在舞台的表演状态 真的是有够进入角色 阴阳师的气质直接拉满了 因为毕竟角色扮演也是打调侃的重要技能之一 OK,一般来说后手出场的会更考验技术 那么来看一下 在后面出场的马克尔和阿富 到底是怎么来回击的吧 点赞加订阅开启reaction 这个歌名是认真的吗 Let's go Ayo, I made it 怎么可能 A million dollar 现在手轮根本就不像是发了 我带了咖喱巴了 不要脱背你 看起来像中的罐 中立的罐 如果你们吵架 我会站在中立当个玩 我自信不代表是坏 是你错管 你来中立 You know what I like me 幸好我不是你的兄弟 你的兄弟很乐 可惜不会变强 一个碰面吃了下个便当 我先没给你出 你坐下属哦 不给你住 你才像厨房 I will tell you mama 你不ok Lesson fool I don't know it 请你送你回家睡 旁边只有家来迷你 全部都用熊老妹 小猫贝 小猫贝 可能是德士被屏蔽掉了 可能是德士被屏蔽掉了 哈哈哈哈 有点一般了 有点一般了 艾米利有点坏 他在那里 还在演 好奇怪哦 从来没听过这种笛子 就是说马克这一轮 感觉就是普普通通 也没有什么特拉胯的地方 其实要写这种Diss Battle类型的歌曲 真的还是很挑时候的 感觉马克大哥还是没放开 没有释放出他留学生的真正面目 虽然但是 同学们你知道这个笛子是哪个国家的吗 马克在最后 他对他这个笛子的名字的解释 我倒是挺raise by的 那个马克我一直很好奇 到底 哪一种新型的乐器 那个啦 萨克斯丰加笛子这样子 哦 原来 是萨克斯丰加笛子啊 太厉害了 那小脑袋啊 哇原来是这样 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 嗯 出佛祖的犯罪像 亲爱的马克你最棒 但你犯了太多罪妆 来点神父的 喔 斯大尘这么开心的 我嘴里闲灯窦窗 涂出来就是马克吐温 这个刨起来的五千分 马克嫌给我能不能 我们孩子将来出生 一定会看起来很脏 因为你生的时候长自妆 你超级恶心 冰冷吃太多牙齿没有人亲 出狱的时候没人在外等你 嘴巴都红几十年了却还没成名 你不要被自己为头屁眼来收羞 母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今晚过你山洞还不守守 等人在批你回应要送口口 让我摸一下面的脚 家里you know what i want 记得事前要打 啊这个是调侃家强狗 不夸愿冒险网 妹妹上一句你就该出去 你不要一直看来逼 爱拉开玩笑别在意 但是那位向爱迷离的厨师 我初次看到你影片还是根实 但时候我就没再看了 因为我更喜欢在牧师 从路不能填爆我肚子 这一段感觉有点无聊 会阻止你以前还比较苦 平直你现在 因为感觉弓的强也不够强 调侃的也不够好笑 你不要再想 你不要再想 看皮特都比你还想 你就真的别再争吵 baby 我觉得你需要休息 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强调位置没找对 他都可以体调你 但是不装成爱迷离的厨师 yeah 昨天是不是下雨 你帮我 帮我开个厨师 yeah 真的 真的啦 快点 帮我开个厨师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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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插电了 yeah yeah 整惊病 yeah 这个通过这一次的这个dissbattle战争 倒是真的可以看出这个每一个rapper他们的综合的实力来 阿富的这种dissbattle歌曲 特别是后半段真的有点莫名其妙了 阿富为什么不拿出在后台采访的时候 嘲讽艾米丽那个表情的那个劲呢 艾米丽说他想淘汰你 那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他哦 他说你相信这猴子很吵 他有点你知道小麻痹还是怎样 因为我很喜欢他歌嘛 我常会夸他说 艾米丽你的歌真的很好听 他就露出一个很尴尬 我一下就 手在那边挥 我也不知道挥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看到现在 比赛已经过了一半了 总体看下来 台湾这边的rapper 打调侃这种嘲讽技能点的还蛮高的 目前还没看到 特别凶狠的强攻 还有还点特厉害的辩论流 这也证明 毕竟是要在电视上放的节目 肯定是调侃流派会更适合一点 因为在大陆这边 不管是直播 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来打battle 基本上也只剩下调侃流派的选手了 OK 关注我 我是爱说唱的狄伦 我们下期再见